那接下来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击鼓传花这个游戏 然后呢用代码去实现它 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可能会有一点点卡一下 但不会卡太久我相信大家 击鼓传花是怎么样的呢 我给大家先把这个问题给描述一下 现在我们有一些玩家围在一起 比如说有一些玩家名字很俗套的 叫A B C D E F OK 然后他们干嘛呢 他们会有一朵小花 小花对吧 小花现在在A手上 然后他们会传A传给B B传给C C传给D D传给E E又传给F F传给A 总之是这么一个循环传的一个过程 对吧 然后在传的时候会有一个淘汰机制 怎么淘汰呢 每当数到一个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数到一个3的时候 就淘汰掉那个玩家 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吧 比如说A 他现在是E对吧 OK 开始E 他传了 传给2 B C 好了 不好意思 C 你被淘汰了 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继续 123 谁被淘汰了 F被淘汰了 OK 第一轮啊 第一圈搞定了 然后呢 第二圈 又到A刚好 对吧 123 谁被淘汰了 这个D被淘汰了 再接下来 1 这已经被淘汰了 对吧 123 谁被淘汰了 这个B被淘汰了 然后再接下来 1 从1到1开始了 对吧 12 还有谁吗 没有了 就他了 3 1被淘汰了 懂吧 没数 这三个数 对吧 我们就淘汰一个玩家 最终呢 剩一个赢家 是A OK 懂吧 这个击鼓传花 这个游戏就这样 比较 比较有意思 对吧 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看起来不难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一个数数的问题 但问题是怎么 把它跟我们的对列 QUEUE 对吧 怎么把咱们 跟咱们的对列联系起来呢 对吧 因为 因为首先存在一个 很显著的问题 它是一个二维的圈圈 二维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的对列怎么样 是一维的一个数字 对吧 那怎么办呢 OK 咱们现在转换 这问题的思路 去看待它 首先我们把全部的人排成一个对列 A B C D E F OK 全部排成一列 然后 现在我们用对列的出列和入列 来模拟这么一个几股传花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数到1的时候 怎么样 花传给B了 对不对 第一轮啊 A的花怎么样 这个花花呢 传给B了 现在是B拿着花了 对吧 它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对吧 B拿着花 然后相当于什么呢 哎 我们发现了一个 假设我们现在把A 拿出来 不再对列头了 放到哪呢 放到对列最后面 懂我意思吗 然后这时候B 在对列最前面了 就说明 这咱们就这么表示 谁在对列头 谁在拿着花 懂我意思吧 他们呢 在排队走 哎呀 这个截图很烦 对吧 他在排队走 他在排队走 然后 然后啊 咱们这个 就相当于我们用一个数 用咱们的对列去模拟了几股传花的过程 然后下一个后怎么办 B怎么样 OK 他也出列 然后呢 去到这个对列的尾 B来到这 然后呢 一二 数到三了 怎么样 把C 这时候把对列头这一个 打开掉 下一个是不是又从D开始了 对吧 要D E F A B 又这样无限的循环下去 循环下去 循环下去 哎 我们发现了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循环的对列 去解决了这么一个几股传花的一个问题 就传花这个过程 我们是怎么把它转化的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把传花 传花本是什么 把花传到下一位 对不对 把花传到下一位 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 又怎么表达呢 谁站在对列头 谁就相当于拿到的那个花了 对吧 把它画为一个一围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最后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就把拿着花那位给淘汰 懂意思吧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数到三淘汰一位 这是咱们的一个例子 OK 接下来咱们去代码实现一下 代码实现一下 首先啊 咱们来定一个函数 哇 发热对吧 不听实话呢 哇 传花 等于方圣 但咱们传花需要传进一些参数 去测试不同的问题 什么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需要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个玩家列表 比如说刚才咱们玩家的列表是什么 哇 等于什么 有A玩家对吧 然后呢 有B玩家 C玩家 然后呢 D玩家 E玩家 F玩家 然后咱们还要定一个问题什么呢 Nam Number Number干嘛用的呢 比如说你数到三 就去提出一个玩家 对吧 这是一个游戏的 游戏规则 对吧 没数到三 咱们就提出一个玩家 OK 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这个函数呢 交出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玩家列表Nams 然后呢 第二个是这个Number OK 首先怎么办 像刚才咱们问题呢 这里还 还有幸存了一个截图对吧 咱们是把全部玩家放到一个对列里面来 对吧 所以呢 第一步 咱们要在里面初始画一个对列 哇 Q 等于New QEUE对吧 装一个对列 然后怎么样 通过FOR循环 这步应该不用解释了吧 对吧 就FOR循环便利 点Less 然后呢 i++ 要怎么办 把这个全部玩家入对 Nams i 对吧 把它C入这个对列里面 然后呢 就怎么样 相当于 这个对列里面就有了ABCDF这么整齐排列的一些小朋友了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现在接下来是咱们程序的重要部分了 嗯 重要部分 首先我们想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机股传号的过程是不断不断的循环下去的 它怎么样 会一直 对吧 一个残忍的游戏 对吧 一直传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 怎么办 直到剩下 最后一名玩家 跟吃鸡一样 对吧 一直死人 就最后一位是玩家 那么我们想一直传的话 咱们就好用个什么东西表达它呢 用Val循环 对吧 不知道手写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出来 诶 Val Val循环 那Val循环条件是什么样呢 我们想一下 这个循环结束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这个对列里面就剩一个人了 或者说咱们这游戏就剩最后一名玩家了 这那意思是不是说 咱们的对列里面就剩最后一个人了 所以说 它的条件是这个对列的 还记得咱们有个检查对列函数的长度的方法吗 size 大于1 大于1 比如说还有两名玩家 是不是还得继续 那么最后就剩一名玩家的时候 对吧 我们就弹出了 就完成这个游戏了 好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咱们要每数多少个数 每数三个数 把那个人踢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写个for循环 哇 i等于零 i小于number 这个条件咱们也得说一下 也得说一下i++ 然后 怎么办呢 咱们先想一下i小于number number是多少 现在咱们的number是 number 咱们的定义是多少 是三对吧 现在咱们现在还没传进来 咱们以三为例子 等于三 OK 那么这个循环会执行多少遍 会执行一二三 会执行三遍对吧 那我们要执行 要的时候是什么 在他执行最后一遍的时候 在他执行最后一遍的时候 把那个玩家给踢出去 对吧 在他number等于三的 就是i等于number的时候 对吧 就是i等于三的时候 把那个玩家踢出去 对吧 咱们要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想一下 我们这个游戏实际过程怎么样的呢 我们会 首先a在最前面对吧 然后呢 他第一的时候怎么办 他去到最后面 然后呢 b轮流的去到最后面 那我们怎么 那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怎么让他们去到最后面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得出列 出列是什么 是dqueue对不对 出列 出列之后怎么样 立马又入列 OK 咱们的这个对列 是不是这么操作的 入列再怎么样 再屁股进来对吧 再投出去 OK 那我可不可以再回来这里呢 当然是可以的对吧 那怎么写呢 应该这样啊 q点 dqeqe 这是不是出列了 出列的时候怎么办 再对他进行入列 OK 那咱们这个函数运行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还记得咱们上一课学战吗 我们这个函数相当于怎么样 在这个enqueue里面调用了什么 调用了这个dqueue 所以它的站是怎么样的 还记得吗 哪个先入站 这个先入站对吧 因为这个 这个函数先执行 所以呢 这个站啊 我用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表示 这是站底 OK 站的底部 那么先入站是谁 是这个en什么什么什么的吧 然后后入站是什么 是d1 但是先执行谁先执行 站的特点是后进先出 他先执行 所以咱们这个结果是什么 先出列 再出列啊 第一是出列 再入列 OK 所以说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a 出列了 然后呢 再入列 又来到这了 对吧 这是咱们这个操作 循环对列的一种实现方式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其实 然后他会一直出列 然后呢 数到3的时候 把一名玩家踢出去 但是呢 这个这一步 我不准备在负循环里面执行 所以呢 我把这number减1 所以最后这个循环会执行多少遍 会执行两遍 OK 相当于我喊12 这两个人 这两个幸运玩家 对吧 去到最后面了 那么第三位玩家怎么办 比如说咱们ab去到最后面了 这个循环执行两遍 对吧 第一遍a去到后面 第二遍b去到后面 那么第三遍呢 c OK 你完了 那接下来就负循环之外了 对吧 因为这两个是 这个负循环里面的东西呢 是一样对列里面的 对列头去到对列尾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咱们定义了一个 变量吧 来接受它 淘汰 OK 考虑到英文不好 对吧 那我们来写一下 淘汰 等于什么 等于q点 出列 这时候会谁出列 咱们想一下 这个负循环会执行多少遍 两遍对不对 OK 咱们怎么办 a 第一遍执行的时候 a怎么办 先出列 再入列 对吧 来到这了 下一次 第二次循环怎么办 b去到最后面 OK 两次循环结束 第三次怎么办 淘汰的人就是c 就相当咱们数123 OK 你完了 懂意思吧 所以咱们可以这样 console log 调试一下 对吧 log 这样淘汰的玩家是 咱们加上淘汰 对吧 淘汰的玩家是他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呢 淘汰完了是他了 然后 这个 这一段会不断不断执行 对吧 直到他生下最后一名玩家 那最后一名玩家 就是赢家了吧 OK 咱们最后return q.dq 最后一名玩家出列 对吧 恭喜你是胜者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对不对 好了 咱们去调试一下代码吧 传花 对吧 传入两个常数 names names 还有呢 传入3 对不对 每3淘汰一个 就是怎么样 先淘汰c 咱们看对不对 先淘汰c 再淘汰f 再淘汰d 再淘汰b 再淘汰e 最后剩下一个玩家是a 咱们看跟咱们这对不对 诶 是不是跟咱们这结果一样了 先淘汰了c 大家可能你不记得了 对吧 但你一定知道 咱们都打叉叉了 就剩一个a 最后 活到了最后 对吧 所以呢 咱们是使用这个循环对列 去实现了这么一个 几股传花这个游戏 OK 这不算很难吧 重点在这儿 对吧 重点在哪儿 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一段 怎么把这个循环 这个游戏变为一个 evei的一个游戏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你传完了 你赶紧赶紧排到队伍 最后一面去 对吧 要前面这个 或许咱们 我想到一个更有趣的理解 假设前面这里是什么呢 这是炸弹 对吧 这是一个炸弹 然后呢 他只会炸死 离他最近的一个人 懂我意思吧 只会炸死这个 对吧 离他最近的 然后呢 A B C D E F 对吧 首先A 他没炸 赶紧走 来到最后面 然后B 也没炸 然后呢 C 到他站在这儿的时候 砰炸了 把他给炸没了 OK 下一位 D再顶上来 然后又换了一新的炸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类似筋骨传话 还这样 筋骨传话不也是这样吗 你想一下 你只要把他一个圈圈 对吧 想象成一对 人家就排队 就可以了 就是咱们把二维的东西 化成了一维的方式 去解决他 好了 大家把这个代码去 写一下吧 把代码写一下 完成这个击鼓传话的一个游戏 就是咱们对列 这么一个数据结构的一个实战 对吧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实例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一个东西什么呢 是弄一个更好玩的一个队列 对吧 队列 咱们还没完事呢 队列 那这个队列什么队列呢 是 优先 队列 优先队列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可能去 去坐个飞机吗 各位 飞机 坐飞机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人是一些会员 对吧 会员 高级会员 那么他们是拥有优先登机的权利的 优先 登机 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 因为咱们在坐飞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跟队列是不是很像 比如说这里有辆飞机 对不对 简单化一下 有一架飞机 有一辆有点怪 有一架飞机 然后这个飞机会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是不是得排队登机 这是不是跟咱们队列很像 你先排队那个肯定先上飞机吧 对吧 这是慕容置疑的 但是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VIP 对吧 红色的闪光的VIP 他们呢 直接就可以排到前面来 或者说他们会有一条单独的一个队队伍对吧 然后呢 让他们先登机 对吧 那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高级会员 你是三级会员 不好意思 我是五级会员 不好意思 我是二十级 对吧 顶级VIP 对吧 钻石会员 你们都给我走开 我要先登机 所以呢 这可能 咱们这个优先队列会更加常用一点 对吧 好了 这是咱们待会要学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在这之前 我要还扯一下 队列这东西有什么用 这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比如说 咱们打印机 一个打印机 大家都用过这个东西吧 对吧 这边进去东西 对吧 这边就打出来 但是有个问题什么 打印机每次只能打一张纸 对不对 但可能有很多电脑在控制它 比如说这里电脑一 电脑二 他们是不是都控制一个打印机 然后呢 比如说 他们同时上传了一些打印的任务 那应该先打谁呢 你总不能说 总不能说 你打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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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那怎么办呢 先把他的任务放在前面 你先来的 先排队 对吧 那么后面来的呢 放到后面去 你后打 对吧 就是用一个队列 去完成这么一个任务的一个过程 这是 咱们队列在计算机里面呢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一种区域结构 对吧 当然呢 你可以发挥这些想象 想一想 在你实际使用电脑的时候 到底会怎么去 有哪些地方会用到队列这个东西呢 对吧 比如说你去下载文件的时候 有没有队列 你上传文件的时候 有没有队列 对吧 你打印东西的时候 对吧 买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用到队列这种东西呢 其实队列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先进 对吧 先出 OK 好吧 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这个优先队列这个东西 它呢 会用到一个我们可能以前啊 要是有学员变成经验比较少的话 用那学员的叫辅助类 去解决咱们这个问题 OK 用一个类去辅助咱们现在这个类 好吧 这可能是一个 对你的面向对象这种支持的 面向对象 对吧 这种支持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实战 接下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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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